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后面四个命令 那么这四个命令的话就更加简单了 这四个就更加简单了 那么第十三个呢 这个命令呢叫做Uptime Uptime 那么Uptime呢 这个作用啊 它和它的单词含义是一样的 拆分一下 上时间 你如果这么理解就不对了啊 上时间就不对了啊 咱有一个单词叫 Upto是吧 有这么个单词 英文含义叫翻译上中文叫直到啊 应该直到这个意思 直到啊 那么这个Uptime呢 就表示我们的一个计算机啊 它的一个在线时间啊 所以我们来输出 计算机的在线时间啊 在线时间 这个在线时间 前面正好加上持续 持续在线时间 其实也就是通俗一种讲就是 我们这个计算机啊 从开机以来 开机以来到现在的这个时间 到现在运行的时间 前面呢 那给大家介绍这个Linux的性能的是 文定性的时候呢 看了好多战线时间 是吧 那么那个战线时间呢 就是通过Uptime来输出得到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Uptime来输出 我们当前这个系统啊 它已经开机 开了多久了 语法很简单 就是Uptime 语法就是Uptime 没有什么参数要加了啊 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Uptime 好来回头看看啊 Uptime 走 那这里面呢 有些信息需要去读一下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的计算机时间 这个时间已经错的 一点都不对了啊 错的一点都不对了 时间 但是和这个对不对呢 和这个是不是对上了呀 53分啊 然后up 持续多少呢 持续了 不是15分钟啊 不要看错了 不要看错了啊 这不是15分钟 这个是小时啊 这个单位是小时的意思 就是15个小时 57分钟 但是我这个电脑 开到现在也没有15个小时 57分钟啊 那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这几天用电脑 都是怎么用的呢 我 挂起 挂起什么状态 挂起其实这个计算机并没有关机 它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的一个睡眠状态 啊 所以你看这个界面还在这儿啊 那要用的时候呢 继续运行嘛 所以这个时候它时间是不予清零的 啊 关机和开机的时候是特别快的一个效果啊 那直接就来了 那再来看看 哎 58了啊 时间是累计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 我这时间呢 就比较长了 15个小时 哎 57分钟 58分钟了 管用啊 挂起是管用的啊 然后后面这个users呢 是表示同时的在线的一个用户数 同时在线的用户数 与其说是用户数 不如说是连接数啊 连接数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正常用的呢 也就是两个用户 一个是root 一个是ninux123 啊 这两个用户 但是呢 这里面显示是五个用户 那么除了这两个可能还有其他的 那比如说我们那个 阿法奇 阿法奇它既然要运行 咱们看那个前面是不是有个 user那个名字呀 就是看到那阿法奇 那个阿法奇呢 它也算是一个用户 所以加起来的话 目前呢 一共是五个用户 然后road average road average呢 上午呢 咱见过一次 在哪地方见过的呢 是不是他呀 哎 就是他啊 那这个呢 叫负载 这个叫负载 所以后面的话 这个负载呢 指的含义就是 这个是最近一分钟的负载 后面的最近五分钟的负载 这个是最近十五分钟的一个负载 含义和这里面的这个一样的 一模一样 都是表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 它的一个负载情况 那么负载越大 说明服务器需要处理的东西越多 负载越小的话 做明服务器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嗯 啊 这个是他的语法格式 那么时间的话 最主要我们要看运行时间呢 其实最主要想看的就是谁呢 最主要想看的就是这个 这块 二把后面这块 这个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有几个用户登录 只有这个负载什么的 如果要看的话 那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套法明明看 比较好一点 这个呢 是用来获取它的一个时间啊 运行时间 输出 持续 在线时间 哎 其实也就是计算机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时间 那这块的话是我们利用的 那么Windows呢 它同样也有这个对应的功能 那这边呢 带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的Windows 来看一下怎么去获取 打开命令行 那这里面的这个命令呢 前面大家可能在开班之前就已经见过了 叫System Info 这里面就包含了系统的信息 在哪找呢 往上翻 往上翻 系统启动时间 那启动时间 那拿现在的时间一减一下 是不是就已经得到了呀 这个时间也能得到啊 下面一个命令叫UNAME UNAME UNAME 作用 UNAME它的作用呢 是获取我们的计算机的 或者说操作系统吧 操作系统啊 相关的一个信息 它的这些信息呢 获取的时候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在Windows里面 说的那个System Info 有点类似 但是信息没有它那么全 没有它那么全啊 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信息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去看一下 UNAME 也不需要就我们就记什么参数啊 直接就可以UNAME了 语法的话 第一个就是UNAME 直接输就行了 UNAME直接输就行了啊 按下回车 Ninux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 表示的就是用于获取我们操作系统的类型 你这样一输我就知道原来我这个操作系统啊 它是Ninux 不是别的系统 不是Windows 是Ninux 从来获取相关的信息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语法 第二个语法 语法2 那么光获取Ninux我觉得不够啊 那我不运行的话 我也知道它是Ninux的 那为什么还要用它呢 就是 所以第二个语法呢 叫UNAME -A -A -A的话 它的含义也是好理解的 就是O 表示获取全部的系统信息 那这里面我们再执行一下 -A 这个时候不是全了呀 那么除了知道操作系统的类型 我还知道localhost.localdomain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主题名 然后2.6.32.431.116.i686 那这一串又是干嘛的呢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系统的版本 但是注意啊 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叫ThunderOS 6.5 6.5不是在这啊 这个2.6是指的是 对内核版本 是我们Ninux的内核版本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一串呢 就不用说这是时间嘛 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吧 是这个系统 它的一个编译时间 或者说发行时间吧 它是2013年 2013年 No V 这个呢 应该是11月 叫November 11月 11月多少号呢 22号 Friday星期五 0.26分36秒 这个时间去发布的这个版本 然后后面的话 看到这个了吧 GNU-Ninux 它加入什么计划了 GNU计划了 所以说明它是一个开源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命令 叫UNAME-A 用来获取我们计算机比较详细的信息的 这是完整的一些东西 两个命令 两个语法 那么它呢 只是获取它的类型 后面呢 获取全部的信息 信息包含哪些 包含我们的类型 然后 还有这个 全部的主机名 还有呢 这个 内核 版本 然后后面是 发布时间 还有一个 开源计划 开源计划 那一共是 这么多信息 这两个命令的话 用的稍微多一点 是后面这个 是后面这个啊 后面这个呢 我们主要要看什么 主要看它的这个 内核版本 主要看内核版本 编译时间 它有什么时候编呢 这个咱不用管 咱只要知道 它的内核版本 是什么就可以了 因为有一些东西呢 它的内核 如果不一样的话 有些命令 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内核 有的时候呢 也是必要的 也是必要的 这是第二个 UNAME这个指令 参数也是比较好记的 要么没有 要么加个A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叫NetStat -TNLP -TNLP 那么先来看一下 它的作用 这个作用 咱先不考虑 这个参数啊 先不考虑 这个参数 NetStat NetStat Net叫网络 是吧 Stat Stat呢 可以说它是状态 所以这个的命令呢 就是查看我们 这个网络的连接 状态 查看网络的连接状态 主要是查看这个东西的 语法格式 那么语法呢 就像我们上面写的这个 这个语法呢 是最常用的一个语法 当然它的参数呢 远远不止这一些 只不过后面 跟上这四个参数 用的比较多一点 直接说它就行了 后面不需要 加别的东西了 直接给它输进去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结果 输一下 NetStat 然后-TNLP -TNLP 走 我们会看到这一件事 那么这一件事的话 包含了什么东西 同时 这个四个参数 或者四个选项 又有什么意思 那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图呢 先解一下 然后呢 在对照的 这个后面输出的 这个结果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四个选项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四个选项 选项 说明 选项说明 那么第一个选项呢 它表示的含义 就是-T -T -T 表示 只 列出 TCP 协议的链接 所以我们前面这地方呢 叫P-R-O-T-O 其实后面还有 还有几个单词没写完啊 全称叫 P-R-O-T-O-C-O-L 就是协议的意思 你看协议是不是都是TCP 所以它表示 列出TCP 协议的链接 那么除了TCP呢 还有其他协议啊 这是T的意思 然后 N N N呢 表示的含义-N -N的话是 表示 列出 列出 这块 也就是我们的 IP地址 IP地址 但是IP地址 如果我不加N 行不行 可以 如果你不加N的话 它显示的是 后面是不会跟着端口的 是不是跟着端口的 那跟着什么 你会发现 这什么呢 这是协议名字 就是跟着是协议名字 所以这个N的话 意思就是 把我们之前的 该显示的一些东西呢 以 也可以说是可读性 较好一点的吧 可读性的确是较好一点 你看 都是把这个Loghost 转化成了 127 然后把协议名 转化成了 端口号 所以这个含义呢 就是N呢 是指 表示 将 将这个地址 从 从这个字母组合 转化成 转化成 IP地址 将协议 转化成端口号 端口号 来显示输出 就这么一个作用 主要好看一点 主要好看一点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会运到一个东西 在前面提过 就是这个防火墙 那么防火墙呢 我们需要添加规则 允许哪个端口通过 那么端口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来看了 端口号 但是你用协议的话 就不好搞了 所以得知道端口号 然后再往后的话 再往后还有一个 L是吧 这个L也好理解 L那是表示 不是Socket 不要抢到Socket 是表示过滤出 或者说只显示 只显示 S-T-A-T-E 哪一列 不是START 不要搞混了 S-T-A-T-E 不是这一列吗 这一列什么含义呢 这一列它的含义叫状态 这个单词叫状态 过滤出状态 列 中 其 值 为 L I S T-E 为LISTEN STN 为LISTEN 这么一个 连接数 过滤出它 这个LISTEN 什么含义呢 LISTEN的话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 有时候听 听可以 但是这个不专业 专业的叫监听 就是 判 就是选择出 我这里面呢 连接为正在监听的 这一些连接 但除了监听的 还有其他的 每一个请求的话 除了监听 还有这个叫发起 发起过程中 还有呢 验证 还有完成 还有已经停止的 很多种状态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在选的时候呢 会选择列出 正在进行连接的 这个监听状态的连接 这个数据 看才有意义 已经完成的数据 看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看这个连接 比较有意义的 叫正在监听的 那么最后一个P 最后一个P 其实猜能猜出来哪一个了 对 最后一个-P 表示显示 对应连接 它的一个进程PID 和进程名称 也就是最后这一列 那如果你不加P的话 那么这一点你看不到 就是不知道这个连接 是谁发起的 你不知道 但是加上去之后 你知道了 所以表示显示 显示进程的PID 和进程的一个名称 就是发起连接 显示发起连接的 进程PID和进程名称 所以说那这四个选项呢 是经常会用的 那因此呢 这个语法呢 就相当于固定了 那么只需要去选择 这四个选项 就可以了 TCP 然后呢 -N是表示 以稍微好看的形式 请展示 然后呢 -L State 列出状态为 Listen的 然后其他的呢 这个呢 是表示显示 这个PID和进程的 那么Listen 正在连接的状态呢 很少就这么几个 那如果说我把它 这个L给它去掉 你会发现 看看啊 全去了 全去了就有点多了 看看啊 没有 可能是这台电脑的问题吧 我之前的那个服务器上是 不加的话 它会显示出很多状态 加上之后 它就只显示 Listen了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记得 一定要加上这个L 因为呢 L的话是监听表示 监听状态 这个状态 这个数据 除了监听这个的话 其他那些数据的话 其实听不听呢 查不查不所谓了 然后这个N的话 也是经常需要用的啊 因为有些端口号 我们还是必须要去熟悉的 像后期呢 大家打交道的这个80 22 其他的 其他的可以 暂时不用记 80是干嘛的呢 80就是我们 阿帕奇的那个 默认端口号 阿帕奇要想法问 哎行 比如得走这个端口 SSH呢 就是这个22 就是我们这个命令行 就是要走22 啊 这是一些长的端口号 好 后面的话 这边也能看得出来 你看 SSHD 啊 这个D表示 守护啊 表示守护进程 表示的是守护进程 上面这个 你看 谁啊 不是阿帕奇的吗 这是一行的吗 所以应该能看得出来啊 很明显 哎 阿帕奇的 啊 四个选项啊 不要搞混了啊 不要搞混了 第15个 就那么最后一个命令呢 这个命令的话啊 这是一个曼啊 曼翻译成中文叫做男人啊 但是不是介绍男人给你们认识 你们也不感兴趣 搞鸡啊 嗯 嗯 它的作用呢 它的全称不是叫男人啊 它的全称叫M-A-N-U 这个 U-A-L 啊 是他 那么是指手册的含义啊 手册的含义 就是一个 包含了一堆命令的手册 包含了我们 Linux中 哎 全部 命令的 手册 但是这个手册呢 不好意思 它是英文的 它是英文手册啊 所以如果想看这个手册呢 一定要先锻炼好你的这个英文能力 语法格式 慢 空格 加上 你需要找的命令 哎 就可以进入这个手册了 然后退出的时候呢 按Q 退出 按下Q键就可以退出手册了 啊 那么例如 按例 哎 我需要去查询一个 哎 我这个命令可能记得不大清楚的一个命令 比如说 我需要去通过 哎 慢这个命令 哎 去查询 CP啊 那就CP吧 啊 查询CP指令的一个用法 哎 查询CP指令的用法 那么则 它的写法就是 慢 空格 CP 哎 就这么来写就行了 来试一下 慢 CP 他就告诉我们了啊 这个CP怎么用呢 啊 CP Name 命令名字叫CP 干嘛呢 Copy files and directories 复制文件和文件夹 哎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如果说英文能读得懂的话 那这句就很好理解了 然后 后面的话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 CP 选项 option 可以加一堆选项 啊 然后T sauce sauce叫来源 这个呢 这个全称叫disterminal 就是目的地 啊 目的地 啊 就是这个语法格式 然后后面呢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叫描述 描述的话 copy sauce 复制来源 to disterminal 就是复制到目的地 或者呢 multiple 什么什么的 啊 然后后面有哪些参数啊 杠A 杠A干嘛的 哦 存档 然后呢 backup 备份 然后B呢 like 杠杠backup 意思就是和这个 有点像 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哎 然后杠D 杠F 杠I 杠H 一堆命令啊 所以咱不用看了啊 咱之前讲的时候 有参数吗 没有这些选项吧 最多有个杠 杠R 那么可以找一下杠R 看有没有啊 杠R 在这儿吗 叫 recove recove recove叫地规啊 叫地规 嗯 所以这个杠R是 有这么一个来源啊 叫recove recove 这里面命令很多啊 所以一定要要求 咱这个英文 得先锻炼好 看完之后退出 看完之后退出就行了 那当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学的那个find 你看这里面有多少命令 有多少参数 好多啊 好多 所以有些东西呢 咱也不需要去看得很全 只要把一些常用的技术就行了啊 慢 慢 能不能慢慢呢 可以啊 可以慢慢 慢慢表示 用慢这个命令 查看慢这个命令的用法 当然这个其实就不用了 因为你既然能够通过慢慢进行查看 说明你慢已经会用了 那么这就是最后一个指令了 那以后呢 咱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不会用的指令 那如果没有网 那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慢 可以先看一下 他还是那句话 英文手册 看起来比较费劲 看起来比较费劲啊 那要么就是说 看上一天给大家发的那个CHM文档 要么就是有网 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对应的中文相关信息 英文看起来呢 的确是比较费力 那么这个呢 是最后的指令啊